美国曾经做过一千份问卷 九成以上的受访者都承认挖过鼻孔 1.2%每小时至少挖一次非常频繁 其中以幼儿年轻族群最常见 另外印度的一份调查中 也有12%的学生承认喜欢挖鼻孔的感觉 挖鼻孔这个动作会刺激我们的脑内 奋秘种叫endorpine的东西 快乐的感觉 所以有人真的很享受 但其实用手指字一乱挖 恐怕会挖出病来 轻则鼻毛囊发炎 鼻腾出血 或者诱发鼻痘炎 周耳炎 咽炎 重则引发风物性组织炎 细菌性脑膜炎 或是败血性肺栓筛 这是因为脸上有个危险三角区 从鼻根部到两侧嘴角 要是乱挖鼻孔 细菌就容易沿着静脉入侵脑部 这边的静脉直通脑内的静脉痘的血管 因为这边的血管它并没有静脉的绊膜 所以如果有产生感染发炎的话 很容易直通脑部 可能会严重引起脑内的血栓炎 甚至最严重的话 可能造成败血症甚至死亡 以示建议尽量以卫生纸清理鼻孔 可以用点水降低清理难度 如果真的要用手指头 务必先彻底洗干净 避免细菌感染 记者陈轩白曹文宁开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